中国要出大事啦 中共要完蛋啦 剩下不到一个礼拜 六天多 2022年5月21日 会政变吗 习为你会暴毙吗 是 隆历四月 以示 所以我们看 推背图的以示称 在国力呢 就是五月一日 到五月二十九日 旅卦 以示 以示 以啊 甲乙丙经的以呢 就是一的意思 是呢 就是舌 十二生肖里面的舌 而谁的 谁属舌 习主习属 属舌 所以以示 就代表 一只舌 也就是说 农历四月 国历五月 一只舌 要出事啦 会出什么事 你看这个铝卦 铝有两个意思 第一 代表军队 军铝嘛 我部队里面 现在 有一个单位 叫做铝 那铝呢 他本来的意思 就是军队 那军队 可能会怎样 兵变啦 铝第二个意思 铝有嘛 远游嘛 逃亡嘛 下台之后 亡命逃亡嘛 福中的女子 就代表我们 蔡总统 因为她是女的 拿琵琶 琵琶是乐器 而这个乐器的乐呢 又可以读作什么 乐 快乐 所以说 蔡总统 在农历五月 那在国历五月 将会 有快乐的事情 发生 那你看这个 后面啊 她后面 有一只小白兔 白兔代表什么 代表中共 为什么 因为中共 当年在 延安的时候 是住在 陕西的窑洞里面 也就是 他们跟兔子的 生活状态 是一样的 躲在洞里面 所谓 狡兔有三窟 所以 中国的网民 就 用兔子来代表中共 兔子乖乖地 呆在 女子的 身后 那代表什么 代表中共 臣服于台湾 也就是中共 崩溃 中共 习主席 出事 再也不能 欺负台湾了 好 那 再来我们看 后面还有一把 宫掉在地上 这是有典故的 宫 掉在地上 当年 皇帝驾崩 成龙升天 然后 大臣就追着皇帝 不忍 不忍皇帝 驾崩升天 大家都要去抓他 结果就 抓到 那个皇帝 配 所 西带的 宫 就这样 一拉 宫就 掉下来了 所以 这个 宫 罪地 就成为 代表说 皇帝 去世 所以 在中国的 皇帝 过世之后 有一个 礼节 就是什么 文武 百官 对着 宫 大 哭 这个叫做 这个礼节 叫做 哭 公 代表对 去世皇帝的 悲痛 所以说 这个 这个 公掉在地上 这代表什么 代表领导人 过世 所以 中共 的 主席 国家主席 习 习近平 有可能 会怎样 搞不好 脑中风 脑 血管 脑血管 崩掉 或者什么 搞碗脏破 或者什么 确诊 不能呼吸 大吸 三口气 结果 吸不到 就死了 可能是在哪一天 就是5月21日 你看 那么明显 一个 一个男人 躺在 山林之中 个屁 那是在 5月21日 国立的 5月21日 农立那一天 甲虚日 而这个甲 太阳化计 太阳代表什么 中共他们以太阳来代表他们的领导人 毛泽东 当年自称 自己是红太阳 那现在的太阳是谁 就是 习近平 那太阳化计 做计 结挂 这个 这个 这个称 是结挂 结哀顺变 那就代表说 习近平 在解 难逃 各屁 有可能是 也有可能是说 他被政变 然后他逃亡 逃亡到山林之中死 但是 我认为 比较可能的 就是他确诊 因为现在已经 Omicron 已经到北京了 他躲不掉了 他躲不掉的 而他年纪也大了 你看他怕成这样 不择手段 要 要 要 什么动态 清零 让上海变成地狱 这个 大白还 大白呢 还拿那个 枪呢 来枪 来 威吓 百姓呢 你看太离谱了 你看 习某 怕到这样 然后你看那个大白 像不像 那个白兔 也像嘛 现在那个大白 就是白兔啊 所以 只剩六天多啊 中国要出大事了 习某啊 可能 有收藏他的 相关他的 这个纪念品的人 收藏起来 因为人如果过世之后 那个 东西都会涨价 就有纪念价值了 起来顺便 谢 谢 参观 参观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